中国驻美大使馆内昨天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邀请 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 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 党地的500多名中国留学生 和他们的美国同学老师们齐聚一堂 共庆中国新年 16号是中国农历正月12 当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内一派结识气氛 猜灯迷、学剪纸、穿汉服、写书法 崔天凯大使也和中美青年人玩到了一起 包饺子、品茶道 集合了十几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活动 热闹喜气 好比一场春节庙会 中美学生和来宾还联眉高唱 友谊地久天长 活动现场 崔大使也鼓励中美青年学生 加强联系、增进了解 做两国人文交流、情感互通的使者 然后有更多的这种交流 我们才能够慢慢地溶解 才能够相互去理解对方 活动最后 崔天凯大使同驻美使馆的外交官们 还带来了一场快闪演出 《我和我的祖国》 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中方卫视记者王涛峰、霍清权、美国华盛顿报道 我和我的祖国安排